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帐篷的搭建和折执的方法 首先,我们把外带的拉链拉开 然后把帐篷推出来 把外带和地钉放在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松紧带 把这个松紧带拿掉 然后,手握着一根管子,把自己弹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松,有两个塑料件 我们把这两个塑料件拔开就好了 拔一下,拔一下 然后呢,换一下 把地钉拿出来,要固定住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孔,可以把地钉插进去 OK 然后 这个是另外一端 它自己就这样,这样拉紧 然后是 这一端 OK 最后一端 这样这个帐篷就搭好了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帐篷的门给拉上 然后呢,把这个帐篷呢,把这个帐篷呢,把这个帐篷呢,挂上 那么我们这个棚呢,现在整体就搭建好了,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 可以看到呢,这个帐篷呢,是有两个门的 这边前面一个门,我们现在把门给打开呢 这个门呢,这个是图影布,然后整个帐篷的布都是图影布,然后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晒的效果 我们现在把门给卷起来 这个把门的帐篷给绑上 然后呢,这个帐篷呢,还有一个沙网门 然后我们把这个门也打开 这样的话,这个沙网门呢,就可以拉上的时候可以防纹 然后还可以保持帐篷内不会太热,保持帐篷的通风 然后我们就这样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帐篷另外一个门也打开 这个沙网门也打开 我就不叠了,直接放在这里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帐篷的内部 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储物袋 然后可以放置一些小的杂物啊,那样的 然后看一下帐篷的顶部 那顶部呢,是一个盖子 这盖子呢,是有一个S勾在这个帐篷上面的 我们可以把它拆掉看一下 它有一端是提前记在上面的,不会掉 然后这个帐篷的顶部呢,这里有 有两个三角的孔 然后可以使帐篷内的热量啊,从这里散发出去 然后不会太热,如果太阳大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盖子呢,再给它盖上去 就可以起到防晒,然后有防雨的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帐篷的背面的涂音布 它的防晒效果特别好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帐篷呢,给拆掉 叠起来,因为这个帐篷跟传统的叠法不一样的 我们先把帐篷的四个地钉给拿掉 我们要保持这个门呢,敞开的状态 这样的话呢,它里面的空气啊,没有什么好 好,停一点,斜的时候呢,把帐篷翻过来 翻个底朝天 然后呢,抓到帐篷的对角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塑料件啊 这个塑料件插到这个塑料件里面 然后呢,另外一个对角线 这样也插进来 好,让手握住两个 这样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松紧绳 待会我们会用到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手握在这里 然后呢,往下压 OK,这样就压成了一个八字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往下压 放心,它不会断的啊 然后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松紧绳 可以把这个松紧绳的套在上面 我们这个帐篷呢,就不会残开了 可以把多余的布啊,给它塞在里面 OK,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帐篷的装入 外带里面 它是一种帐篷的 简直到这里 通常是一种帐篷的 一种帐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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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这一种帐篷的 我们呢,把这些帐篷的 一种帐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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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好放在帐篷的外带里 然后把帐篷的外带的拉链拉上 那么我们这个帐篷就叠回去了